歡迎收看 好 蕾師傅 你今天準備的是什麼料理 我們說元氣成年醋香麵 真的是 名字越來越長 對 沒錯 好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一陣子就是乾拌麵很夯 大家都會做乾拌麵 沒錯 其實不免熟的 我也自己來一根 來一玩笑 對... 好 其實我們在做這個乾拌麵 一樣很簡單 你看像其實乾拌麵 你會看起來就是這麼簡單 只有白麵跟醬料而已 但是我們為了要讓它提升 更多的一些營養 可能我加了 剛才明話講的 我加了一些 譬如說有雞肉 蝦仁 蛋 豆干 還有餡菜還有豆芽菜 怎麼感覺起來 蛋白質都很豐富的東西 對 還有雞蛋 OK 那首先一樣 我們就是要先把這個乾拌麵 放下去把它做一個 把它煮散了一個動作 OK 把水一定要滾 放下去之後 慢慢的去給它做一個 滾煮的動作 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來 炒我們這些菜的部分 技術要出來了就對了 技術要出來 首先把這個油放進去鍋子裡面 稍微去把它滾過下來 你現在害蕾師傅很緊張 他想要吃穿 你現在要怎麼樣才能表現 他的廚技 好 油只要一點點就OK了 接下來我們要把這個雞肉 把它放進去做一個半場 肉先下去就對了 肉先下 對... 好 那我們把這個雞的鯉雞肉 放進去在鍋子裡面 然後微微的去給它做一些 加熱的動作 鯉雞肉的油脂也是比較少的 對... 只要做一個微微的加熱的動作 接下來我們要把豆干放進去 豆干把它切細細的 像我們在做炸醬麵那種感覺 把這細細的豆干放進去 一樣在鍋子裡面 去給它做一個停留一下 好 讓它這個整個香味 去把它炒出來 這時候我們用一個拌炒 只能去把它做一個拌炒 OK 好 那另外在麵的這一端 你看就讓它 就這樣慢慢的 讓它去滾煮就好了 主義士 我這一道料裡面 很多蛋白質 平常在門擠被人家問的時候 你會怎樣建議蛋白質的量 一般老人家問我們都說 你要... 他都說他吃東西都少油 少鹽 少糖 所以我說 我們常常說 你肉到底吃得夠不夠 對 那肉的話 一般的說法就是說 兩個手長大 兩個手長大 那因為老人家因為牙齒不好 或者說他宗教理由或是什麼 那你就會吃的量沒有那麼多 那當然這個家裡面料理 就是要把它剁碎 或者是說有時候因為宗教理由 那他可能就要改成一些豆類的東西 那正常的這個 國民健康署的這個建議就是 我們大概1公斤體重 需要0.8到1.5公克的這個蛋白質 那所以你就想一下說 60公斤你大概需要 大概接近50到90公克的這個蛋白質 那50到90公克的蛋白質 並不是50公克到90公克的肉 因為100公克的肉 雞肉 只有27公克的蛋白質 所以這樣算起來 一個人大概至少要吃半斤 半斤就是大概兩個 所以一天就是大概兩個拳頭 對 你這個數字 你大概不會計算的話 你至少大家每個狼一下 就要吃那麼多 師傅 你現在把青菜也放進去了 青菜放進去之後 我加一點那種高湯 下去就煮一下 半煮一下昆布高湯 對 下去拌炒一下 然後把它拌炒 拌炒到它完全是有一點軟化 蔬菜的味道香味讓它出來 味道才會好吃 好 接下來我們要把這蝦仁的部分 把它放進去 好 這蝦仁把它放進去之後 一樣在鍋子裡面 讓它做一個拌炒的一個動作 這蝦仁我們就選那種白蝦仁 為什麼 白蝦仁 其實它的脆感會比較好 香味拌炒出來 這個香味就非常的香 好 接下來我們要把這個蝦菜的部分 把它放進去 蝦菜最後 對 我們要把豆芽菜在炒的時候 一定要去把它鬆開來 這才炒得均勻一點 對 而且這個豆芽菜比較不會 炒起來乾乾扁扁的 就不好吃了 接下來把這個蝦菜的部分 把它放進去 蝦菜的部分比較粗的蝦菜梗 要把它去掉 力竞圈去掉 我們就把它去掉 這蝦菜才會好吃 所以我們把這個蝦菜 一樣把它加進去之後 整個這個葉子 就把它放進去就讓它很漂亮 因為現在煮的時候 那種柔滑感會出來 而且我覺得雷師傅其實蠻用心的 他把很多的蛋白質 混在同一道料理裡 其實像這個薑醫師 可能就不知道 因為你可能在家裡沒有在長廚 完全沒有 我們通常在煮飯的時候 你就會一個料理裡頭 你就只會放一種蛋白質 比如說你放雞肉 或你放雞蛋 所以你要混很多種的蛋白質進去 其實相對下是需要一點劑場 所以說沙熱這道料理 已經超越到你的水準的力量 是超越你的水準 所以你們在健身的時候 你們在蒸雞的時候 聽說是不只蛋白質 糖類也要吃是不是 對 我們希望是要吃有脂肪的糖 有脂肪的糖 是糖果 其實大家可以很簡單的分辨 就是說你吃起來會覺得 一下子很甜 那時候就是米脂肪 那是不是巧克力或是糖果 那就不算了 你要吃例如是白飯 然後或者是地瓜 然後是雷師傅煮的一些麵條 有糖味的糖類 對 就是所謂的有脂肪的糖 這樣子因為你在運動的時候 我們身體會 主力式運動的時候 其實肌肉越來越用力 它其實就會消耗身體裡面的糖分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你今天有運動 你要適時的補充一些糖進去 要不然其實肌肉是不會 很好的修復 如果一個肌肉要從蛋白質變成肌肉 其實中間很多媒介 其實有一個動 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碳水化合物 OK 所以這個很重要 所以比例大概是多少 有大部分抓到3比1到4比1左右 三份的糖加一份的蛋白質 對 三份的糖到一份的蛋白質 對 好 所以要蒸雞 不是只有運動 事後的營養補充也很重要 也不是只有蛋白質還是要有適量的糖類 好 這時候麵熟了 這個醬料裡面我們就用青年香醋 青年香醋 然後再加好的橄欖油 下去給它拌一下 把這整個醋香味拌出來 對 讓它整個味道出來 然後你看這個醋是非常好的醋 而且麵也是非常Q彈 做起來會有點像那種 福州灑瓜麵那種感覺 對 我就覺得 我這條角度有點像福州麵的感覺 對 把它像做灑瓜麵那種樣子 接下來把這個蛋一樣的 把它放進去 對 打個蛋花進去之後 來 打蛋進去之後 這時候我們就要把它關起火源 大概這樣子的話 其實就OK 讓它稍微在鍋子裡面 讓它稍微去利用餘溫 讓這個蛋熟成 蛋的口感才會嫩 你如果繼續加熱的話 要變成像炒蛋一樣 這是加蛋之後就關火了 對 蔣姐 那裡就這樣子 是的 是的 好 OK 那我們現在 接下來要把這個成品牌的部分 把它拿起來 開始剛剛拌好的這個麵 這樣就把它盛在這個成品盤上面 像這樣子的話 我們大概就是用一份的這樣 份量就夠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剛剛 把這個炒好的蔬菜的部分 把它弄上去 對 把它弄上去 我想像那種丼飯那種感覺 有沒有 這樣子把它放上去 那種營養的部分會更加分 那個蛋真的是要熟不熟 拌生的時候 對 這一道叫做元氣成年醋香麵 好 介紹給大家 這道元氣成年醋香麵 以健康的白麵拌入烏醋 並選用高鈣的餡菜 即富含蛋白質的蝦仁雞胸肉 醋香四溢 料風味美 能幫助增肌健骨 非常適合家裡的長輩享用 好 剛才雷師傅弄出來一道補鈣的 一口麵的料理 非常非常的香 聞起來真的是實質大動 但是名畫我們麵的種類有這麼多 聽說吃錯麵 反而會讓我們補不到鈣是不是 對 其實就像剛剛薑醫師講 你很喜歡吃麵 所以更要注意一下麵的種類 一般麵其實我們廣泛的來分 有分白麵跟黃麵 剛剛雷師傅做的就是白麵 那其實簡單來說 除了外觀不一樣之外 它們最大的差別就是製造的過程 一般來說黃麵像是油麵 機絲麵或者是像麵線這種 其實它的一個製作過程 會比較繁複一點 所以加的所謂的添加物 包括磷酸鹽就會機率比較高 而至於說磷酸鹽 其實大家也不要很害怕 其實它是一個合法的添加物 它不只在麵類裡面有 包括烘焙 麵包 或者是餅乾 甚至貢丸 肉製品 比如說香腸 臘肉裡面都會有 而至於說這個磷酸鹽 如果真的吃太多 比如說你真的一天到晚 都吃非常多的加工食品 頻率很高的話 你可能就要稍微注意 因為它可能是鈣質殺手 因為其實當我們身體是一個 屬於一個恆定的狀況 包括我們血液裡面的鈣磷比 如果當我們吃很多這些磷酸鹽 加工食品到體內之後 其實我們血液當中的磷就會上升 那為了要維持這個穩定 就會刺激我們的鈣 刺激我們的骨頭 釋放大量的鈣 去平衡我們血液裡面 磷快速的一個上升 因為必須它要達到一個程度 這時候就會使我們本來 致密的這個骨頭變得中空 空洞而變得疏鬆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 你會有骨骼的問題 不單單只是鈣不足 維生素低不足 可能是你的鈴攝取過多 所以這個也要特別注意一下 所以吃選麵的種類 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但是適量的吃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你太淡量的吃的話 可能白麵還是比黃麵 稍微健康一點點 另外很多老人家牙口不好 就會吃我這一碗麵線 大家小時候的唯一 超好吃 然後這麵線又很好吃 又不會卡到 是不是聽說這個麵線 不是那麼的健康是不是 其實應該是這樣講 照理來講 我們在做那個麵線 裡面都會加鹽巴 3%的鹽 其實這是有一個故事的 這個故事是怎麼樣 以前我們記得 我們小時候 就是會去教會領那個麵粉 會 會 中美合作握握手那樣的麵粉 它其實是中低筋麵粉 因此它要加一點鹽巴 才有辦法做延展性 去讓這個麵給穩定 但是現在有所謂的高筋麵粉 是比較不用說去加這個麵 去穩定它的筋性 其實剛才江醫師有講到 麵線的部分像蚵仔米線 它到底健不健康 其實有兩極 有的人是說不健康 不健康是因為它的烹煮方式 健康的部分 是因為它的食材來源 舉例來講 像我們看到吃到的白麵線 白麵線其實以前早期 會比較不健康 裡面會加了一點鹽巴 讓這麵線看起來吃起來很鹹 但是問題是現在 現在我們市售的一些 所謂的麵線 並不會加鹽巴 因為它裡面已經有加了一些 高筋麵粉了 因為我必須還是要 傳達正確的心理給大家知道 但是蚵仔米線的這個麵線 是怎麼做呢 它其實就是白麵線 下去蒸了好幾個小時之後 糖化變成紅色的 所以它才變成這個蚵仔米線 所以這個還可以 這個還可以 但是有一種 剛才名畫有講到雞絲麵 雞絲麵是白麵來的 雞絲麵怎麼來 就是白麵線蒸成紅麵線之後 再下去做油炸 再下去做油炸才變成雞絲麵 吃起來會有條條分明的那種感覺 所以真的如果我們真的要吃的話 其實要吃好的白麵 就是說你如果說 其實但是我們覺得說 這個好的白麵 還是攝取這個量的部分 還是要怎麼樣 還是要控制在那個水準之上 不要說吃到過量 讓自己發放也其實也不好 對 另外就是老人家 現在大家都很多知道 都要補鈣 他都知道牛奶裡面有很多的鈣 可是很多老人家 可能從小就不喝牛奶 或是喝牛奶之後 他會脹肌 會不舒服 另外如果是這樣的話 還可以從哪裡去補鈣 沒錯 其實我們仿視的時候 最常遇到一個棘手問題就是 希望長者可以多補一些鈣 但是講到乳製品 他們就整個搖頭 覺得說會拉肚子 其實不只是乳製品 其實我們很多的食物裡面 都有鈣 包括是現在當季有的芥蘭菜 它每100公克就有238毫克的鈣 對 而現在像剛剛雷師傅 有做的這個縣菜 其他每100公克就有156毫克的鈣 而至於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一些各式的藻類 不只是海帶 髮菜 昆布 海帶 其實裡面也是屬於 鈣質含量很豐富的 而除了這個之外像蝦子 豆干 豆干 豆腐就比較少 豆漿更是少 其實以豆製品來講 豆干會是鈣含量比較高的 還有堅果的黑芝麻 或者是黑芝麻粉都可以 還有一個大家可能 比較難想像的就是黑糖 比如說你真的很喜歡喝一些 有一點點甜味的飲料 不妨你就可以使用黑糖 因為黑糖它跟一般的白糖 比較起來比較沒有那麼精緻 就會保留比較多的微量營養素 包括鈣 對 所以雷師傅不錯 你剛才用到現在也用蝦子 都有補到鈣 很多女性到停機之後 骨頭就會大量的流失了 所以非常大危險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去測過 你的骨密度 很多時候你在藥局的時候 他會覺得有一台機器 讓你去測骨密度 這是對的嗎 廣告之後回來告訴你 正確測量骨密度的方式 到底是什麼